你怎么回事 其实啊 在我家里 最疼我的人就是我爷爷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爷爷做红烧排骨 就剩下了五块 爸爸下班回来就特别想吃 都送到嘴边了 硬是让我爷爷抢了下来 我爸爸特别生气 可我爷爷却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留给我孙女的 后来啊 我爸爸生气了 三天没跟我爷爷讲话 是吗 可我爷爷也愣是没低头 真不愧是夺走你小母初人的人哪 其实啊 夺取我初吻的人 不是我爷爷 那是谁啊 谁啊 班冬你可真健忘 就是你啊 我 讨厌 你不记得了 中学上体育课时 我们玩两人三步走 一步小心摔倒了 只有我就 你老是这么健忘 重要的事情总是记不住 老是记那些没有用的 什么一张纸不能对折九次 马里连梦路有六个脚趾头 猪都能抬头眼望天空 历史书上的皇帝 永远都长成一个样 班尹早上起来都要挠痒痒 憋起自杀是不可能成功的 好 你怎么能干扰儿子 随后 lobo 还是 你怎么会 我 带你 好 呢 要 这才是猪了吗 因为只有我忘记的话 也太不公平了 这 这 这 猪头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没有改变 我觉得你表情还挺可爱的啊 不错 继续 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改变呢 你不明白 这都是你开玩笑的酷 相信你 也不会是好像一样的 才能知道 你不明白 我一句啊 他从这儿 在他家的开场 你也不明白 冬凉 别太难过 放那边呢 小布 您 你的生日礼物送给你 谢谢 好漂亮啊 来 怎么 你不喜欢 没有啊 我很喜欢 谢谢 谢谢 先生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次一次努力 改变就这么一点点 这样做到底行得通吗 有时候你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乃至一百分之五的回报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了我 那你什么都得不得 那个 同良 不要老是否定自己 还有很多机会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大胆 直接勇敢地去表白 祈祷吧 我帮你实践 宣传吧 爱情 说 是不是背着我有别人 你说呀 你说呀 你说嘛 我 我说什么 少装算 给我老实交代 我 我跟你交代什么 大家别误会啊 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的 我发誓 东梁 你怎么替自己 找起接口来了 对呀 他说呀 你说呀 你让别人都说了 我昨天晚上去东梁家 我哪儿都没去 一有事你就说去东梁家 对对对 他真的在我家 那你告诉我 你来这儿都干吗了呀 看到了吗 正面交锋 一决雌雄的时候到了 东梁说要去买DVD 我陪他出去了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真的 我没骗你 对呀 真的 那你们买的什么盘呀 快看哪 小又强大的气势 现在已经占了上风了 骗名告诉我 立刻回答 买了这么多 我哪儿记得住啊 是吧 东梁 对呀 你们两个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 那买的不就是A片吗 太恶心了吧你 真的你 A片不就是美国大片吗 小人 小人 好了好了别怪的 她想 你们都给我闭嘴 我们分手吧 你马上从我家给我滚出去 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 然后再慢慢谈吧 是啊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呀 我看 这药物我还给你 往脖子 那有什么事好好说吗 你 你哪儿这 没什么老实物 东梁 你又站在那儿干嘛呀 也不上去帮我们搬一下东西 谁说的啊 我不是一直在搬呢 每次遇到劳动的时候 你都想着拔偷懒 我先放那个 这 不对呀 这事仔细一想 咱们几个 为什么要跟着一起搬呀 对呀 这次你绝对要请我们吃好的 行 没问题 那我去换钥匙 行 快点啊 我们上车等你 车里等你 你们谁知道管远和他女朋友谈了呀谈了多久啊 让我掐纸算一下 大概有三年了吧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们这次分手 有点太平静了吧 你终于出来了管大少爷 管远 小悠 小悠 老西上的 比啥气 旋转木耳 一圈 两圈 三圈 这儿靠不动 青额头 他俩居然当着咱们那儿青额头 又很好 随时就那了 我看只有东洋里了 水白泼了 一碗牛肉面就把我们打开了 对啊 这一碗牛肉面 那面不挺好吗 这就可以了 你说了请吃好的 怎么得也得请吃个这个呀 新款牛肉套餐啊 算了吧 我都吃了好多遍了 你都吃过好多遍了 你都吃过好多遍了 你也笑话我 你这么够意思 以后别跟我称兄道弟的啊 我觉得 你吃金牌牛肉面套餐这个想法 可以放弃了 其实我也不是多想吃那个金牌牛肉面套餐 欧阳 给我来一份金牌牛肉面套餐 你点的是金牌牛肉面套餐吗 从深黑昏暗的大海中 我给你拯救出牛肉 让它漂浮于淡黄色的水面上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 你们说 我说得对不对 让我与你一起去拯救深海的牛肉吧 好 我跟你们说啊 我送给你们年轻人的种稿是三句 那就是工作 努力的工作 勤奋的工作 工作到底 什么跟什么 我觉得管员的女朋友 真够凶的 是啊 普通人可做不到她那样 我觉得只有管员才能受得了她呢 可能管员就觉得她挺合适的吧 我看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吧 如果一旦认定的事情 就算被人笑话 也能毫不犹豫地走下去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小木 田老师 田老师 来 坐吧 你们来摊呢 下点了 您是说我呢 对 是这样 这次参加比赛的那个研究生二年级学生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弃拳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参加 这个好啊 这个还有奖金呢 奖金 小木 你为我的金牌牛肉套餐 你可一定要获奖啊 不如瞧瞧你也参加吧 这样我就会两份 我想着都流口水 想得美 就知道吃的家伙 那一年 年纪最小的小木 在论文比赛中获得大奖 后来直接保送海大的研究生院 没错 在小木的人生中 这场大赛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可是上面写 今天是截止报名日期 还来得及吗 上次小木 不是交给我过一篇路纹吗 我看了一下 只要稍微修改 就能够跟这次路纹大赛的主题 完全相符 而且我们只要在今天晚上 七点钟之前 拿到邮局盖上邮戳寄出去 就可以赶上时间 我觉得你应该能够获奖 今天晚上不是要过生日吗 过生日 对啊 明天是小木的生日 我们说好晚上一起吃饭 帮他庆祝生日的 原来是这样 今年的这个论文比赛时间 实在是太紧了 明年后年参加都是可以的嘛 没事 反正机会那么难得 你就去吧 好 那我就去把论文修改一下 能参加 当然最好了 你去吧 生日还可以补办呢 对对对 明天补办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们五个感情还真好 那当然了 给 去吧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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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啊 你怎么了 感冒啊 没事吧 没事 干嘛 你今天晚上不是要熬夜吗 我们都等着你拿大奖回来呢 喝起来等着你的金牌牛肉套餐啊 就这饮药水啊 这就是生日礼物了 什么 你把我想那么小气干嘛 我哪会拿这个敷衍你啊 手机费都充不起的某某人 还好意思说呢 什么 哎呀好了 我不跟你瞎掰了 今天要是没做完就惨了 最好 最好现在那个时间能够暂停 或者让时间倒退也行 哎呀每次这个时候 我都希望机器猫能够出现 然后把时间停止 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 来完成这些事情了 你看你就会胡思乱想 嗯 好了你赶快抓紧时间吧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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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네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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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看来我平时真的是身无分文哪 怎么那时我没穷死呀 你鞋怎么样了 还有好多都没完成呢 来 先喝杯水 谢谢 我说你又要长大一岁了 一年又一年 好像每年都是老样子 是啊 小牧 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事情只能趁咱们年轻的时候去做 等再过几年 可能咱们就没有年轻的时候这种冲劲了 有啊 可是 我到现在都没有去完成 是吗 那既然有 为什么不去做呢 高三毕业典礼前 我写过一封信 然后 偷偷地等着他的出现 心想 再不给他 就没有机会了 我等了又等 可唯独那一天 他没有出现 他没有出现 我觉得 有些事情 你不下定决心放手一搏的话 可能会一直拖下去 既然下定决心了 就要立即去做 那即使失败 咱们也不会后悔 对不对 这样的舒服 可这是一点都不能让人开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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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个事吧 什么事 你工作的地方 是每天都能结账吗 要是要求的话 应该也可以 那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吧 我现在急用情 什么事啊 没问那么多了 我现在急着用情 一分钟也等不了 但是你现在在感冒 怎么着也在等你跟你好呢再说吧 没事 我真的没事 而且我感冒不是因为你 可惜 你陪我去一地方吧 太好了 我终于熬出头了 走 你去哪儿 走 还有几个小时 来得及 其实 你原来写的底子很好 只不过呢就是 论证的过程有点复杂而已 但这个 我没法教给你 因为 如果不是自己去寻找的话 就永远也找不到 最满意的答案 对吧 田老师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你有一个问题 一直找不到答案 你会怎么做啊 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心里 跟随了我十二年 一直到今天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以先放一放 数学上 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 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有很多 但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竭尽全力地去试一下 如果不去找的话 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去找了 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我看你还是别撑了 赶紧回去吧 好了我真的没事 我今天要买到东西 一定要买到 不是你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啊 至于这么拼命吗 好了 我真的没事 你在那边那么拼命工作 也不是为了一台专业相机 你怎么知道的 好了 工作了 工作了 不是我谁都没说你怎么知道的 好了 你别问了 你不问吗 你不问吗 为什么 问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了 我才不问呢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 真的 对不起 不用不用 谁都可以和我说对不起 就你不可以 你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吧 你别吓我 我其实 我约了男朋友 你是让我抓你男朋友吗 不用不用 我男朋友挺厉害的 这什么话呀 我很厉害的 你不相信我吗 我很强壮的 还是不要了 我男朋友可是三大冠军 这样 那 那还挺厉害的 挺危险的 我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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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我来一趟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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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吃的 这么不小心啊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啊经理 等下捡捡捡捡捡 这是你找的吗 是我朋友 我来没事 没关系我来吧我来吧 什么没关系没关系 你这样真不行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儿 这里是哪里啊 过去啊 过去 你又来了 我看就真的烧得不轻了 赶紧先回去吧啊 东凉 没事吧 东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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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工作的时候倒下了 怎么会这样啊 那家伙啊 平时没钱的时候 会开口接 今天就拼命干活 不开口啊 说了不让他干 可是他还在拼命 不过还好 现在已经睡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先挂了 拜 先回去吧 小伙子 赶紧回去吧 别勉强了 没事 经理 我真的没有感冒 你还是回去吧 是不是 到时候来工作 不但你给我帮帮上什么忙 还竟给我添麻烦了 这个啊 给你留个纪念 小伙子 赶紧送回去吧 好 好 我们真的不能再想 以前那样了 对不起 就算是不见面 我也能够忍受的 就算是不见面 我保证 我再也不任性了 行吗 对不起 真的不行 他是谁 这是我的事 好像和你已经 没什么关系了 难道你还不懂吗 是因为他对不对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都已经结束了 还有必要纠缠这些了 我不相信 肯定是因为他 我都说了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怎么还是这样任性 别这样好不好 我们现在这样不是很好 你也有人爱护我 不一定非要跟我在一起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要相信我 我心里只有你 好了 该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 总之希望你以后 能过得好 能不分手吗 放手吧 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 我们走 我现在会想到你 不停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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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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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 你走 你走 莫比特 今天计划失败了 傻瓜 我真是个大傻瓜 天地下一等一的傻瓜 算了 我们走吧 你不是傻瓜 你绝对不是傻瓜 要是你吃傻瓜 那我怎么办 我是超级大傻瓜吗 你别说了 你再说我又要哭了 你答应我 我就是哭了 你也别过来 我就在这里 我不过去 我向你保证 我一步都不动 只要你不哭 知道了 乔乔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贺希保证 向上天保证 向陆乔乔保证 我贺希一直都会陪在陆乔乔身边 寸步不离 听候陆乔乔的差遣 谢谢 谢谢你贺希 好了好了 来吧 快来吧 快去吧 快去吧 不定 不定 好 一次也没有给小摩 好好地祝贺过生日 光是接受她的祝贺 连一句祝贺的话 也没有对她说过 即使回到过去 也只能这样无所事事地待着 结果我们两个人的历史 也是这样无谓地重复 班冬 班冬 是啊 班冬 小摩 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事情只能趁咱们年轻的时候去做 等再过几年 可能咱们就没有年轻的时候这种冲劲了 你不下定决心放手一搏的话 可能会一直拖下去 既然下定决心了 就要立即去做 那即使失败 咱们也不会后悔 对不对 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有很多 但如果是我要的话 我就会竭尽全力地去试一下 如果不去找的话 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去找了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现在我想通了 我今天就要出去找到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比刘文还重要吗 嗯 我知道我自己很任性 但是今天我如果不去好好面对的话 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啊 不 真诚地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一点错都没有 按照自己想的去做吧 不要让自己后悔 谢谢 那我走了 loca于沉涵 你自己看什么 去哪儿 你自己看什么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都做什么 你好 你好 多少钱 一共四十 来 找你钱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谢谢啊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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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cal 不客气 不客气 정확 kop 冬凉 冬凉 我是小莫 我帮你买了一点感冒药 冬凉 我们认识 也已经有十二年了吧 可能 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所以 有很多话 都很难坦诚地说出来 其 其实我 其实我一直都 一 冬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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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不在 请在滴泪一声后 留下你的性命和留言 冬凉 别开玩笑了 手机一直打不通 换我来说 你这家伙 说好今天晚上要联谊 却突然没有你消息了 是在来的路上吗 等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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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啊 等你啊 要来啊 这家伙 我走 我吃面了 我一个朋友一会儿要来 他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要集 一定要盖上今天的冲 我们这个 早晚取戏之间都固定的呀 你看啊 这东西 不能为了你耽误别人的心意 那 我求求你了 师傅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 真的很重要 那就十分钟 十分钟 好不好 十分钟 好吧 我先去取前妹儿的心 十分钟以后回来 你朋友再不来 还没办法吗 那谢谢师傅了 好嘞 你一定要回来啊 好 谢谢 给东良 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 高中 我们还是在一起 公布录取名单的时候 我更想看到的是你的准考证号 当我看到你的号码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当时我嘴上说 为什么高中还要在一起啊 你不要跟我报同一个高中了 那是因为我没能够很坦诚 我没能够很坦诚 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原谅那样的我吧 对不起 我还记得小学五年级转学的时候 你的裤子上印着半东两个字 从那时起 你在我心里 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存在 自从我们相识以后 你的身影一直陪伴在我左右 我看着你 其实我也没有关系 爱上了一个好证物 跟他想说 我看着你说的 我不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